六周选举脚步逼近 宾州西蒙计划单独和巫统谈判 议席分配 引起了马华不满 对此国政总秘书拿督斯利赞比里强调 国政不会在议席分配的谈判中 忽略任何一个成员党 而是会和国政各成员党共同讨论 还喊话到国政精神不灭 赞比里昨晚在霹雳处医保出席开拽节晚宴时 针对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卿日前批评 宾州西蒙撇下了其他成员党 单独和巫统谈论周选 违背了团结政府精神仪式 坚决回应说 绝对不会忽略国政和西蒙旗下的任何成员党 他也透露前天的国政最高理事会会议 已经一决 国政和西蒙将友好讨论 周选一起分配 周选一起分配 感谢观看